5月3号 委内瑞拉逮捕了一批从哥伦比亚乘快艇入境的雇佣兵 据调查 这批雇佣兵的主要目的则是暗杀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在这批雇佣兵当中有两人是特朗普的安全官员 委内瑞拉安全部门公开了这两人的美国护照和身份证件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雷维罗尔指出 此次雇佣军武装入侵委内瑞拉与美国等帝国主义想要武力推翻马杜罗有关 至今美国仍否认参与该行动 有意思的是 此次事件被外界称为珠湾事件再次上演 1959年1月 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政府 建立古巴革命政府 美国担心距离自己仅一百多公里的古巴会成为苏联威胁自己的桥头堡 为了颠覆新盛的古巴政权 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从未停止过 但均以失败告终 直接出兵 但又怕引起地缘政治反应 于是决定让古巴人打古巴人 1961年初 美国中情局秘密征召了1600名古巴流亡分子 组成了所谓的古巴旅 下辖四个步兵营 一个摩托化营 一个空降营 一个重炮营和几个装甲分队 而古巴旅的任务就是武力攻占一个古巴的临时机场 直到在美国迈阿密的古巴流亡政府飞往古巴后 向美国发电求救 这样就给美国出兵古巴提供了正大光明的借口 1961年4月17号凌晨 古巴旅从威地马拉出发 在美国飞机和军舰的掩护下登陆古巴南部珠湾 结果被赶到的古巴民兵分割包围 在古巴革命军民的联合打击下 古巴旅击站到18日早上 114人被击毙 以前189人被俘 美国人利用古巴人颠覆卡斯特罗新政权的计划 彻底破产 虽然行动失败 但美国人还是尝到了用雇佣兵干脏活累活的甜头 毕竟一旦行动失败 美国政府就可以迅速撇清责任 不承担后果 而且雇佣兵是边外人员 即便发生伤亡 也不会有太多对政府不利的舆论 因此 无论是十几年前的伊拉克战场 还是最近才有收尾迹象的阿富汗战争 雇佣兵的身影 频频出现在战场的各个角落 在美国海外战争运作的不断私有化和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雇佣兵或许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然而 近些年来 这些活跃在热点地区的雇佣兵 其队伍里却不乏中国人的身影 前一阵的非洲动乱 几名来自中国训练有素的雇佣兵 凭借出色表现 一举端掉了一个当地反叛武装 令世界为之震惊 为了让大家详细了解当时的现场情况 我们缩辩全网找到了当时战斗画面 和他们接受秘密采访的视频 我们将视频放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 回复雇佣 看看来自中国的雇佣兵们 是如何在炮火纷飞的战场 杀出一条血路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